那另外一头跟泽伦斯基有关的 我稍后请大清一并来讲 泽伦斯基的一个顾问 最近发布了基辅有一家 麦当劳的画面 结果听说炸锅了 美国人看到非常的不高兴 为什么呢 基辅也有麦当劳 没有错 但是今天这个病人怎么也一看 哇 基辅的这个麦当劳 装潢好像比我们台湾的麦当劳高级很多 好 第一个装潢华丽 干净整洁 然后顾客都年轻 而且穿着极其时尚 完全不像是一个战争状态的城市 基辅不是这一个月被轰炸了十五次吗 他说影片想告诉俄罗斯 乌克兰没有被吓到 乌克兰没有强抓年轻人去当兵 我们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到国外避难 你看到没有 但是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人说 你好像过得比我美国还好 你是不是要 我们要先改善美国的名声 我们再来援助你们吧 所以乌克兰是不是在装可怜 好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这就是泽伦斯基的顾问所po出来的 你看看我们基辅的麦当劳是这样 你看得出来 不是一个月被轰炸了十三次吗 无人机来袭 第一个大家注意到 他们的大看板是 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点餐 对不对 台湾还没有 看起来是不是 辫子妹今天做完这个影片 第一个直觉 好像比我们台湾进步很多 麦当劳的装潢比台湾看起来 华丽很多 然后年轻人好像也没有战争的紧张感 穿着短裙年轻人典型的 很时尚对不对 装潢很漂亮 而且气氛很悠哉很悠闲 你有感觉到这是战争吗 波兰看一看 美国看一看 对不对 好像日子过得比美国还好 是不是 你相信吗 这是基辅 所以美国人会怎么想 这样子我还要给你那么多钱 是不是都在骗我们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 不是一直说这个 乌克兰要春季大反攻吗 春季都快要结束了 那最新这个泽伦自己讲的 日期有确定 在telegram上他说 已经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 开始反攻的日期 注意 不是行动而已 是真的日期已经定出来了 当然不会告诉大家 但应该就是最近 基辅的国安官员也说 反攻即将开始 乌军在哪些城市呢 巴赫木特 扎波罗 热哈尔科夫 还有克里米娜 还有这个赫尔松等地 附近的军事部署 都已经基本完成 反攻可能最近在一周之内 会拉开序幕 这些地名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都是这个开战之后不久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炮火攻击的 这个对象 所以大秦怎么看 另外一个来 我们把那个反攻图调出来 泽伦告诉大家 来地图调告诉大家 泽伦说日期我已经定了 就是有没有 这些红色的字 哈尔科夫 扎波罗热等等 都要反攻反攻反攻 过去都跟大家讲 这边被炸成废墟 那边被炸成废墟 确实是没有错 但是没想到泽伦 老大的所在地基辅 既然大家这样 有没有 我不能讲歌舞宣天 但是这个日子好像过得 不比大家差 大秦我觉得对比超强烈 当然 所以刚才网友就留言 讲得好 他说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的感觉 但是我是觉得 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我先补充一下 待会大家中间看到的画面 还不止麦当劳 还有肯德基 同样在基辅 同样是气氛非常悠闲 我觉得很无聊的 就是说当然你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粉饰太平是你的自由 可是你说看一个麦当劳 再看一个肯德基 就证明乌克兰的年轻人 没有去当难民 那每天在波兰边境 那些进出的那些人 到底是谁 就整个欧洲收了你多少难民 最近有另外一个角度 大家说能在这里面吃饭 应该是乌克兰高官的子弟 有特权的不用上战场 而且那两个餐厅的年轻人 加起来大概200个都还不到吧 那可能已经跑了几百万人了 就剩那么几百个人 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到底能够代表 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 能留下来的不简单 对 我觉得重点是 这代表不了什么特别的意义 而且你拍这种影片 现在出来炫耀 你不就是找麻烦吗 你的盟国会认为说 你日子过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要缩衣结石 去帮助你 然后你的敌人就认为说 我原来没威吓到你 那我就加大我威吓的力度 我就不要让你来炫耀了 所以拍这个片子 不管是对哪一个方面来讲 他都不会得到好处的 至于他讲说要反攻 那就反攻啊 讲了很久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听到那个春季大反攻 我坐在这边光讲这个题目 已经把他讲了多少个礼拜 刚开始大家都还蛮认真的讲 对 然后现在终于告诉我们说 他要反攻了 那你就反攻吧 就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你的反攻 讲了这么久 那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兵源 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 你的武器装备到底已经 是不是训练完成了 是不是杂牌军拼凑在一起的 这些都会影响你反攻的力度 那么当然如果你能够反攻 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但是我现在怕的就是说 你现在在这个反攻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牺牲更多的人命 造成更大的伤亡 然后又进入了另外一场 这个血肉模糊的拉锯战里头 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 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时刻去发动反攻好 还是这个时刻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好 我觉得这就是考验这个政治人物 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了 但是我最近看到的另外一个新闻 让我有点忧虑的是 莫斯科被无人机攻击的这个新闻 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会有点忧虑的是 乌克兰不要玩火 就是你如果要反攻 你就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领土上反攻 如果真的要玩火打擦边球 就极有可能把这场战争 带向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一个状况了 那么这会把欧洲扯下水 这会逼着俄罗斯采取战术性的核武 这些东西都会让这场战争 不但是没完没了 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好确实现在这个沙红眼 这个打到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境内 真的是很可怕 那至于这个 泽兰斯基他们说要反攻 5月29号已经公开说要反攻了 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不管他说从哪地方反攻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乌克兰没有打过一个 比较像样的一个胜仗 那我们要祝福乌克兰这一次 反攻能够获得好的战果 不要像以前动不动就是2266 这样不太好 因为有了北约西方给了武器 又美国给了金钱 还有英国给了训练 那这次总该打出一个像样的战争吧 因为有时候纯粹从战争历史的研究 跟观察来讲的话 乌克兰也应该打一场 比较像样的战争给大家看 要不然叫拜登怎么下台 拜登这个投资了老半天 你乌克兰又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回报 你总该打一场战争 所以这战争很残酷会死人命 可是这个对泽兰斯基是问题吗 也就不是问题了 也就死那么多人了嘛 对来讲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嘛 所以泽兰斯基的输赢 加油就看这一次 好另一条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的线上有很多航母迷 这个网路上盛传大陆19号航母 编号15号 就是这个19号 就是大陆第四艘航母的设计图曝光 那据说这个是福建舰的升级版本 战斗力会更强悍 那它体积来讲更宽更长 用了三台升降机的设备 比这个福建号要好很多 那央视也进行了官宣 福建舰当然顺利启动了 这个动力测试 细破等等 也将会迎来海事 不管如何航母是真的是大国 才玩得起的 也是这个中美的实力代表 那大陆真的是打造这些船舰 像下饺子一样 有没有 福建号都还没有正式服役 我们看到第四艘航母的设计图 又已经曝光了 回到台上 大浅 voll熟 钟 in 度 lob 优优独播 有这样, 我们做个好 这些条件 那是